1945年,抗日战争总算是结束,然而此时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却摆在了重庆国民政府的眼前,那就是此前的14年抗战中,我国的大半国土都沦丧在了日军的手中,此时如何重新接收国土是一个大问题,而国民党对于沦陷区的接收的确堪称一场灾难,甚至就连蒋介石都对战后国民党的接收工作有着极大的不满。 甚至命令蒋经国在1948年前往上海打虎,认为国民党败就败在接收上海的工作上,那么国民党在战后接收沦陷区的时候,究竟有多么的疯狂呢? 国民党战后接收工作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一点自然就是,重庆国民政府对于原汪伟政权汉奸的重用。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汪伟政权中的大罕奸周佛海,这位曾长期担任汪伟政权的二号人物,更是在汪精卫去世后成为了南京卫政权事实上的掌舵人。 在抗日战争期间,周佛海被我方卧底唐生民策反,但是其始终手输两端一直都没有完全站在正义的一方。 而且,周佛海向我方提供的那点情报,完全不足以弥补其对我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大罪。 换句话说,周佛海其实还是一个彻彻底底的汉奸,但是在日军投降之后,因为周佛海手中掌握着南京卫政权的军事力量, 所以,蒋介石便将其赦免命令其在江南地区抗衡我党的武装力量。 不仅如此,蒋介石甚至还给予了周佛海台面上的身份,将其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队总指挥。 周佛海的任务,就是带领着元汪伟政权的汉奸军队维持上海,杭州一带的治安局势,以及协助国军接收上海的各类资产。 但是,这还不是最为离谱的,更离谱的是蒋介石甚至还愿意和日军合作。 日军投降之后,蒋介石与清华日军主要将临港村宁次达成了合作。 蒋介石要求港村宁次命令自己手下的部队搅供,在国军大部队抵达之前有效地保卫南京。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很多抵达南京的重庆记者也表示,南京丝毫都没有被解放的样子。 港村宁次依然端坐于外交部大楼,城市内维持秩序的依然是日军。 仅仅只有美军运输机与少量的中国士兵昭示着这座城市已经被解放。 一直到日军投降一个月之后,南京各大报纸依然收到日军的审查,城内各种日军的宣传口号与标语依然没有被磨出。 当时的上海同样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而且国民政府在上海还留任了大量的元汪伪政权的基层公务员。 北京的一家报社就公开评论道,几千支伪军的步枪无法左右是否能够战胜中共,但是这些步枪却是对民族风尚与民族自信心的极大打击。 随着重庆国民政府的官员抵达上海之后,情况也并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 在国民党官员抵达上海之前,大量汉奸曾经组织过各种非法组织以地下工作者的名义组织非法接收,例如三清团上海支部,国民党上海特别是党部,等等各类组织数不胜数。 然而在国民党的力量正是抵达上海之后,这种局面依然尚未得到好转。 因为国民党的文官政府与国军之间也爆发了各种矛盾冲突,例如华中振兴公司的各部分,就被国民党的数个政府部门以及数个军事部门所分别接收。 很多日北产业在被政府接收之前,就首先被第三方联军的军方接收。 而军方自是有武力加持,对于重庆政府的各项命令以及当地的接收大员可谓是吃之以鼻,不血一骨,各种命令向来也是扬风阴违。 这也使得上海的接收工作始终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在抗日战争结束初期,由于当时负责接收上海的是大汉奸周佛海。 因此当地的接收组织对于很多在华日本商人走私物资的行为听之认知,甚至与之沆泻一气,共同发财。 许多日韦企业的各种账目也因此被焚毁,各种物资被换成了美元和金票,流入了汉奸与日本人的口袋。 因此上海理应接收到的账目和事实上接收到的财物,二者差距可谓云以知别。 在上海,由于考虑到国际观瞻的问题,接收大员们表现得还相对比较收敛。 而在上海周边的江苏省以及浙江省,情况要更加的离谱。 接收大员们先是汇集在上海,然后一哄而散前往南方各地。 这些人以搜捕卖国分子为由,强行抓人索取赎金,强占有主的房屋变卖, 征用居民汽车,接管合法工厂,各种混乱局面此起彼伏。 最离谱的是,全省大部都没有沦陷的福建省甚至都遭受了类似的惨状。 但是,在上海本地,这种局面也只是表现得比较隐蔽罢了。 所有和日本人有商业来往的商人,往往都会遭到接收大员的勒索。 反观日本商人,反倒因为与接收大员有利益纠葛,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上海市民将接收大员们称之为重庆来的皮包客,将接收大员的恶行称之为无子登科。 所谓无子分别为车子、房子、票子、女子、金子。 接收大员们尤其喜爱东洋女人,可谓是捧西洋,爱东洋要羡羊。 大公报于9月27日评价道,短短20天内,我政府在京湖地区可谓民心尽失也。 新民报也做出了类似的评价,卑仪。 蒋公的部下使得他本人的努力大打折扣,一个国家的富强,不能仅仅只是依靠一位贤明的委员长与一群善良的人民。 之所以蒋介石在此时的评价较好,是因为蒋介石至少表面上做出了一副坚决反腐的态度。 由于腐败情况的愈演愈烈,蒋介石甚至命令侵华日军向其提供了日伪资产的日方附本, 因为交给中方的原本大多被接收大员们所截留。 但是蒋介石在面对自家人的时候,同样无法做到绝对的中立。 例如蒋介石在上海清查哄抬物价的问题时,就查到了自家亲戚孔令坎的头上。 但是面对孔令坎这个大老虎,蒋介石依然没有打下去的决心与魄力。 邵玉林曾如此评价到上海的经济接收,对日胜利就随着原子弹的闪光, 如同闪电一般袭击而来。 以至于我们根本就还没有做好胜利的准备,对于接收区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思想工作, 乃至基本的人员培训,我们一件都没有完成。 从邵玉林的评价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国民党对于接收工作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准备。 连准备都没有,工作能做好那就见了鬼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上海当时的军事主导者汤恩伯与政治主导者前大军就完全没有任何的配合可言。 军方只想着控制工厂然后出卖机器,完全就没有考虑到工厂复工的问题。 当时一位前往重庆的苏联人就对蒋介石说道, 上海90%以上的工厂已经停工了, 现在上海的局面比日治时期还要更加糟糕, 就连华中地区的新旧币兑换问题都拖了整整六周才得以解决。 重庆政府是真的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恐怕不然,国民党只是在给投机商人留下更多捞钱的机会罢了, 毕竟他们与国民党官员的利益高度一致。 而国民党对于被占领区民众的态度, 更是导致其人心迅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问题, 就是被占领区青年学生的学历问题。 在国民党刚刚接收华北与华中地区的时候, 其往往不愿意承认被占领区中学生的学历。 国民党甚至将被占领区学生称之为伪学生, 政府甚至在筹措进行所谓的再教育计划。 这一行动, 立刻引起了被占领区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极大愤慨, 各种抗议游行此起彼伏。 上海市学生的反抗, 必得上海市政府不得不向教育局请示宽限处理。 但是上海的反抗却并非最为激烈的, 青岛市教育界人士的游行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 一名国民党军警开枪打死了一名青岛市教员, 从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罢课活动。 甚至在国统区内, 都有着声援被占领区青年学生的声音。 国民党官员在面对被占领区民众的时候, 往往是带有着一种恩赐者的心态的。 在国民党官员们看来, 他们就是高高在上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们甚至不愿意承认被占领区民众是他们的同类。 但是将民众弃之不顾, 就是国民党彻底丧失统治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个道理, 蒋公永远都不懂。 18世纪50年代, 克里米亚半岛爆发一场极为惨烈的战争, 将欧洲地区的多个强国都卷入其中。 战争结束后, 这场本没有中国参与的战争, 却意外地导致中国吃惊苦头。 蝴蝶效应下, 不仅造成数千中国百姓被屠杀, 中国还失去东北大片领土。 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 为何吞下恶果的, 却是万里之外的中国。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头条号昆奇说时, 回复001即可观看。